我们刚刚看到是中国大陆最近的一些转变 我们从很细微的部分 而在台湾的部分呢 张忠谋先生 台积电的董事长 最近出席了经济论坛 在这场经济论坛里头 他明白了点出来 台湾是一个除了政治 什么都不开放的国家 而台湾如果不开放人才 台湾不会有竞争力 人才是我们往高科技 跟国际竞争力头最重要的投资 如果你只是教育 那么教育呢 要培植人才 需要一个generation 就差不多十年的时间 但如果你开放国际的人才进来 你很短的时间里头 你就可以聚集足够的人才 但是台湾整体社会 充满了封闭的想法 你开放国际人才 你认为他强做你的工作 而我们的政客 为了讨好老百姓 就不断地把这种观念加深 甚至变成了法令 终究让台湾变成一个 没有人才的封闭社会 被台积电脑事长张忠谋 视为可谓对手的韩国三星电子 2012年又创下一项记录 集团的外籍员工 所占比重 竟然高达了五成四 人数首次凌驾了韩籍员工 在三星的外籍支援中 中国人占据半数以上 走入三星位于经济道的总部 就像走入一个小型联合国 来自世界各国最顶尖的工程师 全都汇集在这儿 三星就靠着吸纳全球顶尖人才 壮大事业版图 跨越国家人种 语言文化的鸿沟 具备了国际竞争力的人才 领导着21世纪的步伐 为了创造世界一流的产品和品牌价值 三星在培育引领21世纪的人才方面 走在了世界前面 特别是设立在中国的三星通信研究院 积极投入到中国第二代研究开发事业中 并通过技术转让寻求相互交流和发展 三星的例子或许可以视为是韩国的缩影 根据韩国官方统计 居留在南韩的外国人 在2007年突破了100万大关 迄今更是超过了125万 占韩国总人口的2.5% 为了提升国家竞争力 韩国政府更计划松绑外国人才入境手续 延长居住年限等等 眼看对手激起直追 金元代工龙头张忠谋显得更加忧心 所以很多的台湾经济的闷乱 这好像是别人的话 我想都是跟人才有关系 我们要怎么办 我只有长期的办法 人才问题不是几年可以解决的 至少需要一代 可是假如是至少需要一代 你现在不错 那下一代还是这样子 张忠谋直言 台湾从基层中层到领导阶层都出现了人才荒 基层的问题是产学与工需脱钩 中层则欠缺有创意的人才 这让企业谈转型升级 形同原木求鱼 这与领导层更需要专业的精英分子 人才的开放 这个我是常常引一段话 我们要开放 我们人才要开放 国外有好的人才 我们要他让他进来 资金要开放 技术要开放 连制度都要开放 国外有好的制度 我们引他进来 这个话是谁讲的 有没有人知道 邓小平1978年 我觉得他的第一 其实他都有道理的 人才资金技术制度 只要外国好的引进来 我今天是专讲这个人才 其实四个都有道理 唯一不开放的就是政治 对不对 那台湾是政治很开放 别人都不开放 我是的确觉得 人才开放可以有相当快的 就让外国人才进来 我们不要让外国所有的 要进来的人都进来 我们要外国 我们需要的人才进来 选择性的 选择性的 我们需要的人才 欢迎进来 而不是这个 所有的外劳 张忠牧坦承 台湾的就业环境不佳 薪资结构原地踏步 都是导致人才外流 跟吸引力不足的原因之一 这甚至成了新加坡副总理 上达曼口中的负面教材 就以台新两国 十年前后的薪资水准为例 2001年台湾的工业及服务业 平均月薪是四万一 十年后是四万五 增加了百分之九 而新加坡十年前的月薪 换算成新台币是七万二 十年后涨了百分之三十八 上看十万块 再从人均GDP来看 台湾仅剩两万美元 比新加坡足足少了将近三万 加上新加坡十足国际化的环境 跟良好的就业机会 也难怪有台湾留学生大叹 就算是想回家也回不去了 我们在国外的这些学生 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说台湾留学生 新加坡 我们从来不会这么任务 我们还是希望有一天 我们可以回家 回家发展 想回去 但是回不去 真的没有机会 给我们 有个好的拼带给我们 面对中国 香港 新加坡跟韩国 相继以银蛋攻势 跟优惠政策来挖人才 台湾却因为忌惮民众 对肥猫的敌意 也受限于法规 既缺乏弹性 更不敢随市场调整薪资 还没有站上起跑点 就输了 但是你公司里面 有100个新加坡人工作 你就可以聘请100个台湾人 他的批准是100% 而且是一天内就通过 就批准了 所以其实新加坡 在这个开放政策非常的强 台湾出现严重的人才赤字 已经不是这一两年的事情了 张忠谋说 这是他每天都在思考的问题 既然无法寄望政府快速松绑 他也语重心长地呼吁主政者 台湾的教育也需要彻头彻尾的改造 才能够培育出唯我所用的人才 我相信很多很多年前都为了要进名校而读书 为了要一个学位而读书 为了要考试考好而读诗 这些都是很错的读书的理由 这样子读书是读不出人才来的 在24岁以前我是为考试为学位而念书 我24岁以后为了兴趣 为了将来的工作的野心而学习 我比24岁以前为学位为考试学习用功的多 24岁是我终身学习 有范围 有纪律 有系统的终身学习的开始 我现在知道的东西 99%都是我24岁以后学来的 我想社会的观念也需要改变 不要重学位了 不要重明星学校了 但我们为兴趣而学习 为工作而学习 不为考试不为学位而学习 这样子来 我说是一代的事情 假如开始 也许我们下一代人才就会多了 张忠谋近来频频谈论人才问题 也是其来有自 根据牛津经济研究院 分析46国的人才供需情况显示 台湾人才供需不足不但敬陪莫作 八年后恐怕还将面临人才悬崖的问题 而看看临近的韩国为了实现创造经济 将放宽签证发放限制 力争到2017年要引进海外人才36000人 比2012年增加五成 而行政院在张忠谋提出建言之后 也随即由国发会加紧催生台湾首个经济移民政策 希望透过法规松绑 争取更多的海外专业技术人才与投资移民 毕竟一个国家的竞争力 关键就在于人才